哈喽大家好,我是龚腾,欢迎来到豆瓣高分神剧毛片最全案例第44期 由于第二季第14集和终结篇第一集其实是同一个故事 所以为了节目的连贯性,我的毛片第二季的讲解将以个人认为最精彩的第13集作为终章 希望大家一定要看完本期无敌爆炸的精彩故事 也希望喜欢毛片的朋友都可以为本期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节目正式开始 伴着一段轻快的音乐,本期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主角团的行动过程 经过一番改造后,这个不知道主人是谁的屋子里 所有可以辨别房主的照片都被悉数收起 少庄还顺带找到了一卷私房钱以及藏在门口垫子下的备用钥匙 而主角团做这一切的原因是为了配合小宝 惩治一对假装孕妇碰瓷的惯犯夫妻 小宝原本的计划是在这两个人成功讹上自己后 以身上没带钱为由带着他们来到刚刚被改造过的房间 但在开门的时候计划遇到了变化 原来开门的钥匙原本应该由东东负责送到楼下 但东东在此之前就戴着帽子口罩神秘兮兮的出门 不仅没有送钥匙还把手机拉在了家里 好在关键时刻,少庄提醒小宝门口的垫子下有一把备用钥匙 小宝这才打开房门带两人进屋 最后在小宝找理由成功撤离后 这间屋子真正的主人出现在了楼下 从这个女人打电话的内容不难看出 这是一个销售过期药品的无良奸商 这也就解释了主角团为什么不仅借他们的房子一用 还把家里的财务甚至电脑硬盘洗劫一空 因为他们不仅想让那两个碰瓷惯饭成为小偷 也想让这个假药商付出代价 最后这个计划伴着假孕妇生出的一团海绵 以及四个人激烈的撕扯打闹落下了帷幕 镜头转向楼下 小宝和前来接应的少庄会合后一同向家走去 途中遇到了一个看起来腿脚不太灵活的人 正在暴打一个罪汉 出于好心小宝赶忙出声阻止 并且吓跑了那个瘸子扩壶非贬义 得救的罪汉一边喊着不要跑 一边似乎在腰间摸索着什么东西 见人已经跑远 罪汉起身表示了感谢 还口口声声地说 要给小宝颁发建议勇为好市民奖 随后便上楼回到了他的家 事件平息后 少半仙根据罪汉刚刚一次拔枪的动作 以及语言的习惯 推测并告诉小宝他应该是一个警察 而这个警察就是本集最大的飞扬 回到家后 抠着手机心不在焉的东东在李伟的逼问下 终于说出了下午神神秘秘的出门 究竟是去干嘛 原来东东最近学到了一个非常低级的诈骗手段 简单来说就是大批量发送那种常见的威胁短信 然后坐等办了亏心事的傻子 把钱打到自己的银行卡里 而更巧的是 东东的这个诈骗短信 碰巧发到了那个被打的警察手机上 面对东东接连不断发来的同一条短信 警察终于忍无可忍地 让自己的小舅子联系银行的人 查到了东东习惯的取钱地点 第二天早上 还迷糊着的东东收到了一条 说是打了两万块的短信 很显然这是那个警察发来的 急着取钱的东东 对精心打扮的安宁都没了兴趣 拿着帽子口罩 匆忙地出了门 而结果自然是被守在银行的警察 逮了个正招 接到了东东的求救电话 为了解救东东 小宝经过调查后 只能想办法联系到了 这个叫做钟志伟的警察 关键人物介绍 钟志伟警察涉嫌贪污受贿 以及滥用职权 这不小宝刚刚联系到钟志伟的时候 他正安排小舅子赵松 代替他去收取一份非法贿赂 由于调查到 是钟志伟把东东抓起来的 小宝便于上次建议勇为的事 作为理由 把钟志伟约了出来 见面后 小宝开门见山 希望钟警官能够放了东东 看着钟志伟拒绝时 假装大公无私的虚伪嘴脸 小宝只能说出了自己的底牌 原来经过调查 小宝得知 那天打钟志伟的那个人 叫做杨庆 五年前因为卷入一宗 重大的入室道歉案 而被钟志伟抓捕 所以最近出狱后 才对钟志伟实施了报复 由于最近的政策比较严 钟志伟虽然之前 已经从赵松那儿 得到了杨庆出狱的信息 但是没有证据 也不能随便抓人 所以小宝就是抓住这个机会 告诉钟志伟 自己能帮他 搞到杨庆最近的犯罪证据 这样他就可以直接派人去抓 以绝后患 经过一番纠缠和商讨后 小宝以五天之内 完成任务为代价 把东东救了出来 回到家后 看着面露歉意的东东 生气的小宝 狠狠地把他数落了一通 字字句句都在指责 东东的贪心和美脑子 给团队带来的麻烦 并且表示杨庆的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而东东这辈子第一次被抓 本来就很郁闷 小宝一句比一句难听的指责 让他的情绪也爆发了起来 最后在放出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狠话后 东东便摔门而出 离开了团队 很显然 除了主角团 也没什么真朋友的东东 唯一的选择就是 去找田田喝闷酒 谈话间我们才知道 原来过几天 就是东东的生日 但谁曾想会遇到 这样的糟心事 到了深夜 拖着烂醉如泥的行胖胖 田田这个小身板 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家 随后在细心照料 东东的同时 田田接到了房东 催租的电话 看来他在狐狸的境地 真的是越来越差 而在接下来 为东东喝茶的时候 还发生了一段 无比精彩的剧情 说什么呢你 我爱你 你知道吗 对 v you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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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一早 喝到断片的东东醒来后 摸着自己依然有些火辣的左脸 问昨天发生了啥 田田不好意思的说 你昨晚不小心撞到了门上 慌乱的动作 难以掩饰害羞的心情 就在这时 放心不下的李伟 出现在了田田家门口 并向东东解释了 小宝为什么说杨庆的事情 没那么简单 原来当年杨庆入狱 其实是由于负责案件的警察 钟志伟急于立功 用了一些手段让他认罪 服刑期间 杨庆的母亲 由于伤心过度而去世 妻子也带着孩子改嫁 加上在狱中 废掉了自己的右腿 杨庆出狱后 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被逼无奈的他 只能靠着自己开锁的技能 偷一些豪车里的东西去卖 然后根据医书 给自己剧痛的右腿 开一些廉价的中药房子 偷窃固然不对 但杨庆的遭遇 也着实让人感到唏嘘 所以说想搞到杨庆的犯罪证据 其实不难 重点是东东 能不能下得了这个狠心 面对这样的两难境地 倔脾气的东东 还是不愿意和小宝和解 而是希望能和田田李伟一起 在五天内 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东东不管是学习小宝抽烟的习惯 还是模仿少庄的姿势 都没能想出 哪怕一丝破局的妙招 百无聊赖的李伟 在纸上画起了信号平抵器的设计图 而田田也没能提出 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终于在第四天 李伟突然说道 如果我们能出其不意的 搞到钟志伟的犯罪证据 就可以要挟他 然后扭转去世 考虑到钟志伟 每天都拿着一个公文包 也许里边会有关键证据 但是由于钟志伟认识东东 田田李伟又没有偷窃的技能 所以最后只能请我们的 包格出满 扩乎包格无敌精彩的戏份 可以在P3观看 伴着包格神乎奇迹的调包 东东终于抓住了一丝希望 镜头转向钟志伟 在安排小舅子寻找脱包贼的时候 赵松说道 听说最近纪委要来咱们警局视察 你的包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吧 钟志伟回答说 也就是一些需要报销的票据 而事实证明 这句对赵松说的话 只对了一半 因为包里的那些票据 确实没什么价值 但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U盘 回到家后 李伟打开U盘查看 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看着好不容易抓住的希望 变成了泡沫 无奈的李伟只能偷偷嘱咐田田 带着杨庆的犯罪证据 去找小宝帮忙 毕竟这次危机关乎团队所有人的命运 收到了田田送来的照片 主角团也非常清楚 这对于杨庆意味着什么 这时少庄讲起了经典的 失控火车两难抉择 是任由火车撞向轨道前的五个孩子 还是更换轨道撞死一个无辜的工人 作为团队驾驶员的小宝 只能承担起这份压力 做出选择 由于过后 小宝还是拿起照片离开 自私地把团队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而就在田田出门的这段时间里 李伟仔细观察后 发现钟志伟U盘的存储空间不太正常 并在其中发现了一个隐藏文件夹 打开后 里边是一段赵松收受贿赂的视频 原来钟志伟为了以防万一 早就准备了弃俗宝居的后路 所以当赵松问起包里的东西时 他刻意地隐瞒了这个U盘的存在 看着眼前关键性的证据 李伟兴奋之余 突然想起来田田已经把照片交给了小宝 于是赶忙电话联系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小宝的电话无法接通 主角团也不知道他和钟志伟的见面地点 就这样 最后的一丝反击的机会也石沉大海 拿到资料后 警察很快便找到了杨庆的住址 他将面对的又将是怎样一番痛苦的经历